今天是2022年2月6日 快必被橫压的第516日 今天福利官帮快必带了口信 快必说厕所又塞了又要弄 快必之前说过他现在是蹲厕 由于去水比较差厕所就很容易淤塞 经常都要麻烦职员修理 不过他们的维修工作很有效率 希望不会臭气昏天尽快搞定 快必又报告自己刚刚看完一本书叫做《三体》 觉得一般 《三体》其实是一位大陆作家写的 说是最畅销的科幻长篇小说之一 不知大家有没有看过呢 另外快必又说现在看《SPQR》 即是《元老院与罗马人民》 以及《论自由》这两本书 他也会重新看过大家写给他的信 福利官也跟家人说快必的口信说 他昨天已经收到家人年初二入给他的物资 但无润唇膏 福利官很好说会帮手跟进 还有快必说这几天除了啤酒之外 全部膳食送到来这个仓的时候都已经冻了 不知是否要特别检查呢 最后快必说他OK 叫大家放心 就当是提前适应啡衫没得日日探的日子 不过怎么也好 多谢福利官传来的口信 虽然只可以从口信 update一下快必每一天船上的生活 不过我们就利用这几天 和大家分享快必以荒诞幽默的手法 写他在船上的灵类生活 充满幻想和奇情 今天的故事是 与罗马兵丁讨论罗马太平 咦 你又调了房吗 一个罗马兵丁问我 当时我正在一个人在船顶的大龙做运动 一个人在跑圈 在千多尺的大龙跑 不错 又可以一个人踢演 我搭那个罗马兵 是呀 我在船上漂流了十多个月 暂时总共都换了六次房的 他笑一笑地说 一定又是你寄了什么信出去 又煽动了罗马帝国人民 罗马皇帝不喜欢 于是就下令整顿你了 我亦都笑 我说不知道 因为你们那些罗马兵丁 个个都只有一句对白 那句对白就是 不关我事的 是上面的官叫我这样做的 我照做的 罗马兵丁听到 喀一声笑了出来 好笑吗 你有没有听过沉默串谋者 没有 那更没有听过耶路撒冷的艾希曼 艾希曼 什么 女儿 说些暴政下面的公务员 好像你这些罗马兵丁 不问是非 人叫你做什么就做咯 你不要以为人微言轻 就实是这样 其实 那些罗马法官都一样的 那罗马兵丁听完之后 次名非名地走开了 我其实还想和他介绍人类学家 James Scott 说的 无权力者 可以阳奉阴违地 拖死暴政这只巨兽 又想说历史学家 Timothy Snyder 即是论暴政的作者 他说 保持好的官僚制度 反而增加暴君作恶的程度 我自言自语地说 所谓罗马太平 即是所有抗争声音都消灭 只得翻一把官方声音 又说完善什么什么什么 重回正轨什么什么 你恢复死刑 就更和平 真正的和平 其实是公义彰显 和平和公义是互相因果的 唉 这都不明白 我明白 忽然 另外一个罗马兵丁 好像鬼一样出现在我身边 那个样子还有一些像树虹 好像刚刚吃了十磅油加利树叶 睡眼声松 他说 我明白 好像那些学生那样 说几句话 在大广场 宣扬他们的反抗哲学 就被人拘捕了 就被人拘捕了 那些法官又无端端囚禁人 学生来而已 不用死刑 他微微抬起头 眼珠动一动 继续说 哎 我在罗马政府做了三十年 这个时候最坏 不过我想 遲些更坏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提下大家 平时有写开信给快必的朋友 有时间的话 请继续写信给快必 未写过信的话 不要害羞 拿起纸和筆 和快必做不友 收到大家的来信 快必会很开心的 如果还用了色彩 纷纷又有卡通的信子 他就更加happy 但提醒一下大家 那些信子 不要有贴纸 闪粉 或者3D突出来那种 诚教署不给的 虽然我们这几天寄出来的信 他也有时间才收到 不过不要紧 有心不怕迟 喂喂喂 过年有好东西亿大家 快必亲手绘画的自由花post卡 祝大家自由花开 花开自由 除了率先送给Patreon支持者之外 大家也可以 射开信给快必时 记上一个回邮信封 我们会送上自由花post卡 提醒一下 信封的尺寸要大16x11.5cm 来信请寄去 香港七姊妹邮政局 邮政信箱60141号 寄信给私宿 也可以寄去这个地址 最后继续宣传一下快必的Patreon 希望得到大家点点滴滴的支持 应付漫长的诉讼 还有 你们订阅了快必的YouTube频道吗? 记得CLS 即是留言留言 like点赞 和分享分享 拜托 不要忘记赤柱的师叔 他的Patreon 都需要你们支持 多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